四川姑娘都是女强人 改婚房给公婆住 却是稀罕事 小燕经营着一家服装店 男友小罗是一家公司职员 每天上下班需要开车四十分钟 下了班也不先回家 带上夜宵 准点去接女友 再帮忙上上户做点卫生 日子虽辛苦但也很幸福 十几年爱情长跑结束 这对情侣可算要结婚了 但小燕还有个常人无法理解的愿望 不是天价的台里 而是想将婚房打造成室老房 留给公婆和小叔子住 自己和小罗住回娘家 罗爸罗妈是对卖菜小商贩 每天起早贪黑 基本全年无休 带着还在念书的小叔子 住在拥挤潮湿的出租房 多年来的汗水换来了儿子的婚房 但二老观念守旧 性子朴实 房子做了婚房 就自动划分了关系 过年过节都不肯去小住 乡下的房子也塌了 辛苦了大半辈子 连一套自己的房子都没有 女儿小燕慷慨大方 作为母亲也不慌多让 亲家住婚房不仅不反对 女婿住进门也热烈欢迎 神仙媳妇家开明月幕 小罗可是令人羡慕了 婚还没结 就已经成了一家人 这边还没等小罗缓过神 小燕已经请来了节目 早早没带来老师逃过一劫 摇来了于昊淋雨老师 房子有些年头 位于六楼顶层 进了玄关 又转次卧 是小罗目前的房间 采光全靠角落的小窗 开了小窗直面餐厅 餐厅的壁画老抢镜 与老师都忍不住多瞧几眼 天花板漏点水在退个皮 看着室友强法 厨房老毛病不少 油烟机直排会倒灌 排水直漏还会防卫 房子总共76平 传统的两室一厅 厕所转身也够呛 百米之外还有铁轨 人在家中坐 蓝耳朵跑火车 来楼顶了解漏水情况 大门先来出个洋相 脸面都掉没了 屋顶漏水好多年 红砖加点石棉瓦 之后就没下文了 这可不得跟你急 防水曾脱落还长草 于老师感叹火车还来得及 这不写亏啊 防水是个大问题 计划还得重新订 老人需求得先知道 于老师乔装打探买东西 玉米总是重要道具 哎呀你这个玉米好前进啊 为了进一步了解 这个间谍小念当定了 借口要来出租物钥匙 于老师看了厨房看卧室 被弟弟的奖状吸引了 于老师希望房子能充满人情味 连忙召集小伙伴确定格局 不必你我谦让 一家五口多住下 生活洞区全往北面靠 睡眠区向南陵小区 主卧优化成两间 共用墙体做收纳 再追加一间老人位 四卧打造多功能室 三房两厅双位 齐全 老房子首要问题还是隔音 中国制造没毛病 一百分贝轻松拿捏 顾六二老去旅行也是大工程 罗妈虽不比网上充满小年轻 但是反诈意识特别强 小罗两口上门解说还不够 导演都被逼出了工作证 最后一听不掏腰包 这才开心同意 有人欢喜有人愁 另一边的改造团队可就倒霉了 只有十几天工期 战术性验口水保持镇定 一伙人全挤在房子里测量 小燕为旅行开始准备 旅行第一天 改造兵分两路 屋顶防水和房屋拆迁同时进行 排水口对堵 水淹天台 拿根木条通了排水口 水直往楼下排 墙体里的排水管重建天日 整栋楼都跟着授意 与老师下达命令 都和尺寸共存亡 家具尺寸不能改 墙同意吗 时间虽然紧迫 但该有的不能马虎 屋顶采用卷材做防水处理 室内工程也没停 为了防止排屋堵塞 原定计划老人为架空12厘米 现在得多加2厘米 另一边 四人旅游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看了杂技看摔跤 节目组还配了导游 在天安门还看了升旗 上学的弟弟不能去 已经哭晕在厕所 改造第四天 76平的房子里 木 汗 电 漆漆活了 完成加固工作后 为了节约时间 使用石膏板分隔主卧 作为隔墙不仅节省空间 还能填充隔音棉 强便用水泥板封屏 就能刮荷子刷漆了 缩减了工气不说 还可以随时调尺寸 天台贴上防滑砖 餐厅吊顶封上满 定面管线顺利扑售 水电管线也安排上 玻璃窗玉上展楼道 不怕 来得掉机走高速 房门通通打开 空气对流 可以来得穿堂风 水泥板封墙后 客厅倒得电视机腾出地了 天台搞起钢架 秘密花园整起 旅行最后一天 小罗一家齐换装 留个全家福做纪念 弟弟后期披上 女老师既美又撒 谈起家也不含糊 抱着一大捧花满载而归 心灵手巧还会插花 一家五口来收房 弟弟这回不缺席了 罗妈还摸不着头脑 以为窜了谁家门 坐上沙发非常巴适 节目组还准备了旅游相册 女老师刚一出场 罗妈就把这位顾客认出来了 怪不得弟弟学习好 门口隐藏伸缩影 换鞋出门很方便 客厅大彩店很多目 茶几可以变小桌 干饭刷具两无 电子榨菜可还行 餐桌也不甘示弱 小方大圆有两形态 窗边景色美如画 大块玻璃无分割 隔音还防紫外线 火车噪音可以说再见了 餐柜插牌也便捷 旋转开关有保障 微波炉也安排上 厨房拉门向左搬 分割出两个小空间 热水器和洗衣机里头放 厨房美观功能权 台面为罗妈量身打造 高度适中 炒菜不用弯腰 隐藏是拉篮 单手可以支配 抽拉式水龙头 左右摇摆顺畅 墙边贴上两收纳盒 满足罗妈收塑料袋的小爱好 这么贴心的设计 谁能不爱 洗手池和厕所中分手 干湿分离海房渗水 这会轮到小老低论 书架衣柜相结合 板墙荣耀奖壮 窗边书桌明亮宽敞 学习累了倒头就能睡 床板下还有隐藏空间 可做收纳 主卧房间是重点 墙上挂着罗爸罗妈的合照 床尾还有电视机 这是要勾引二老躺床摆赖啊 设计师是懂生活的 床下具备收纳不说 房头边还有置物小拖板 小夜灯和充电口也不能少 床头的两臂灯还能拆卸 秒变小手电 老人位也有小板凳 洗澡泡脚两屋 家世的老人位没采光 搞点高科技来摆平 光电玻璃可透明 罗爸拍起了小手 罗妈也忍不住叫下一个 打开多工门房 里面摆放着走路机 对罗爸的静脉曲张有帮助 罗妈到处找不到床 有点着急 准儿媳出面说明了原因 但二老红了眼 因为我觉得你们 这么多年了 感觉五十多岁了 都不得自己过家 我说把那个背面上的房子 我们重新装一下 到时候妈妈他们 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把那个房子给他做 小燕孝心难得 于老师特地准备了惊喜 床帘重新拉开 一张大床凭空出现 原来墙边有隐藏伸缩床 配个星空灯 加点小浪漫 小罗两口也能住下了 这还不够 于老师还有王炸 天才变身小花园 绿植环绕 自动浇灌 可以坐着聊天喝喝茶 这下氛围足了 小燕还有专属惊喜 小罗现场求婚 撒狗粮 这么好的媳妇 还不赶紧许回家 本次改造圆满结束 总共花费不到33万 真是令人眼红的一家 再次改造圆满结束